上世纪,印度洋打捞起一块明代时节,竟揭露了正和出海的真实目的,那时节上究竟写了什么?正和出海的背后,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呢? 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,一切还得从公元1405年说起,这一年正和第一次下西洋来到西兰山,也就是如今的斯里兰卡。 不过呢,因为当时正和所带的船只太多,整个队伍有些过于庞大,所以斯里兰卡人表现得十分警惕。 为避免发生冲突,正和只好率船队离开。 四年后,正和第三次下西洋时,再次来到了斯里兰卡。 鉴于上一次的问题,这次正和特意为拜访斯里兰卡做了充分的准备,不仅准备了大量的金银珠宝,还准备了一块寓意很好的布施西兰山佛祠碑。 这原本呢,该是一件国与国之间相交的好事,没想到最后却演变成了一场冲突。 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,当时正和去到斯里兰卡后,将准备的金银礼物布施给当地的寺庙,以示大国之风范,结果却因此招来横祸。 据悉,当时的斯里兰卡国王是个唯利仕途的人,他经常借助斯里兰卡特殊的地理位置截略过往的船只。 在看到正和的船队出手阔绰后,更是想夺走船上所有的财宝,于是便让人去攻击正和一行。 不过呢,却被正和所带领的船员打败,并被押解回了南京。 对此,明成祖朱棣认为,这位国王的行为虽然可耻,但还没有到需要将他诛杀的地步。 于是仅仅将他关押了一段时间,等斯里兰卡立了新国王后,就将他遣送回国了。 不过,这是明史的记载,在斯里兰卡的历史中又有不同的记载。 他们表示,之所以会起冲突,是因为正和当年看中了西兰山寺庙中供奉的佛谷舍利子。 在所要不成的前提下,选择了用武力来说话。 但这很明显不像大明的做事风格,也缺乏历史和逻辑佐证。 不过,相比和斯里兰卡起冲突的原因,很多人好奇的是,正和究竟为何要三番五次下西洋呢? 对此民间也是众说纷纭,其中主要的观点无非就是两种。 一是为了弘扬国威,扩展明朝的对外贸易,以及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。 二是为了寻找在境难之意中消失的朱允文。 而1911年印度洋斯里兰卡的一个城市中,打捞起的一块明代石碑,恰好解开了正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。 印度洋里打捞出的石碑上究竟写了什么,与正和下西洋又有什么关系? 原来,那块石碑的名字叫做正和布施碑,上面刻着三种不同的文字,大约是想让西洋各国人民都能读懂其中含义。 虽然上面的很多内容已经看不清了,但是从所遗留的部分中,我们还是能够看出,正和之所以会下西洋,使希望和海外各国希望建立友好邦交。 如今这块石碑已经成为斯里兰卡非常珍贵的文物,被保存在当地的博物馆中。 而这块石碑的出现,不仅推翻了正和是为了抢夺对方的舍利子,才和斯里兰卡起冲突的这种说法,更是从一定程度上告诉了石人, 他下西洋的目的主要就是促进和海外各国的交往。 至于所谓的寻找建文帝,很有可能只是民间的一种传说罢了。 毕竟,多年来有关建文帝的下落,民间也是严人人书,甚至有人认为建文帝早就死在了那场战乱中。 朱棣之所以会放出消息来说建文帝生死不明,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背负了篡位的骂名, 不想再因侄子的死,让自己遭人诟病。 更何况,正和一生中七次下西洋,跨度时间非常长, 且航海行程员需要花费的财力物力十分大。 如若真的是为寻找建文帝,朱棣有何苦花费这么大的心思呢? 毕竟当时他的皇位已经稳坐,建文帝注定只能是他的手下败将, 对他造不成任何危险,他没必要苦苦寻找对方。 所以结合多方面来看,正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确实就是弘扬国威, 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,一是朱棣在位期间,虽然武征墨背, 但是在面对海外国家时,一直是采取柔和政策,而非武力征服。 这点从正和下西洋时,对待各国的态度便可窥视一二。 明史中既在正和每到达一个国家都会代表朝廷献上礼物, 除非遇见斯里兰卡这种预料之外的国家。 其他国家都是友好往来,毕竟他下海本身就是去外交的,不是去打仗的。 除非是被对方劈及了,不然根本不会动手。 正和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,不仅大大宣扬了明朝作为中原大国的宗主地位, 也以其雄厚的实力大大震慑了远洋各国。 换句话来说就是,不论正和一开始下西洋的目的究竟是何, 最终结果都对明朝的各方面均有重大影响。 比如他惩治了海盗陈祖裔,在东南亚扶持由施氏华侨统治的旧港宣卫斯, 这些都属于在航海过程中不得已的武力行动。 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遭到沿海各国的厌恶,反而得到了列国的认可。 这些行动在历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,意义也是非凡的。 除了得到列国的认可以外,正和下西洋还给大明带来了哪些好处呢? 他大大开拓了明朝的海外贸易。 要知道,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是施行的近海政策, 大明朝廷就在无形中架构起了一座圈地自治的高墙, 断绝了对外文化与贸易输出的发展之路。 但正和下西洋的出现不仅促使朝贡贸易和官方贸易, 还有民间贸易等形式, 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商业交流。 当然了,任何事都是有两面性的, 正和下西洋固然给大明带来了很多好处, 但同样也存在一定的劣势, 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大大加重了朝廷的经济负担。 每次出海,大明王朝都会准备不少金银礼物、贸易物资, 光是这些就已经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。 除此以外,还有船上人员们的日常开销, 以及造船本身的花费。 这些加起来对大明而言已经算是沉重的负担了。 除此以外, 正和在航海期间曾携带了大量的铜钱, 出国收购其他真王物品, 导致大明的铜钱大量外出, 造成国内钱荒, 并因此造成了钱币的大规模贬值, 从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库的亏损。 所以, 正和下西洋曾一度引发朝廷官员的强烈抵制, 也正是因为在此期间损耗过大。 所以有学者认为, 倘若正和下西洋真是为了寻找建文帝, 那这绝对是一次十分失败的行动。 毕竟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, 最终却仍旧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。 朱棣就算心中有愧, 也不至于此, 毕竟这不是一个帝王该做的事。 但是如果说他派正和出海,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弘扬明朝国威, 扩大西洋各国对明朝的纳贡范围, 亦或是开展更多的贸易渠道, 让百姓有更多的机会, 那这一举动绝对是成功的。 因为正和下西洋不仅给当时的大明带来了一系列的好处, 就长久而言, 这一举作也对国家和百姓产生了深远影响。 正和出海期间带回来的工艺产品, 原料和技术 一直影响了几代人, 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水平, 同时也加强了我国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, 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播, 让海外各国见识到我们的风采。 关于正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, 你还有哪些看法呢? 可以留言, 一起讨论。